哈喽小伙伴们 咱们又见面啦 我们看看猎人再次被砍后 天梯的环境如何吧 先说明一下 所有数据来自HS WePlay 选自7天以来 传说分段的数据 首先看看各职业的平均胜率 多次被砍后的猎人来到了第二位置 圣骑士成功上位 第一名的胜率已经不像之前跟其他职业相距那么大 其他职业的排位跟上周差别不大 法师跟版本初期时大放异彩形成鲜明对比 接着看看套牌强度梯队 先看看传说前一千梯队 金虎战竟然来到了T1 说明上个版本的卡还是很猛的 金虎战对阵斜DK 小鬼术 图腾萨都是优势 难怪在传说前一千分段金虎战可以来到T1 在第二梯队 有几个新的套牌 例如那家法 防战 防战的胜率终于大于50% 而之前很猛的奥数猎 在传说一千分段的胜率下降了很多 二犬猎更是不见踪影 看来传说前一千分段猎人已经没落了 上周很猛的斜DK这周降低了许多 各套牌的胜率相差都不大 接着看看整个传说分段的梯队胜率 巨怪树没有因为塔迪乌斯的削弱而没落 来到了第一梯队 巨怪树最怕的次然萨和多戏法很少见了 凭借夸张的超展开很多职业不好应对 后期还有萨格拉斯无限小鬼 是一个很全面的卡组 奥数略受到民意削弱的影响 胜率不如以前 但是还是一套非常有效率的卡组 快攻骑在二拳列被砍后迅速窜齐 铺场很猛手顺什么卡组都是一波推死 T2分段前段班还是以快攻为主 斜DK 小鬼术跟上周类似 一个新面孔是控制术 说是可以说真的各种形态都有了 防战在该分段的胜率不高 仅仅只有50% 其他卡组胜率跟上周大同小异 只是胜率都比较接近了 可以说是稍微比较平衡的一个环境 再次对法师莫哀 传说分段中连多戏法都掉出T2梯队了 接着看看各职业的主流套牌 这里贴出来让各位小伙伴看看主流套牌的胜率 统计数据是传说分段 有几个职业会另外讨论一下 这技能是法师的胜率 法师玩家不哭 牧师都是杂花莉胡哨的 Zion�普依斯是风暴巨人墓 Alignment 普依斯是星辰牌猎目 奇迹目是我周六那套瑞尔牧 土铃棋我是玩了一下 感觉胜率没有这么低啊 喜欢养成类游戏的小伙伴应该喜欢土铃棋 速式的套牌都有50%以上胜率 属实厉害 一并DK我也玩了 有点养成类的感觉 慢慢堆一并卡就像集游一样 我也玩了下还挺不错的 这是主流套牌的对抗表 最后我们看看钻石舞到传说的热度卡组排名 奥丁战绝对热度第一 接着就是奥数列 以下是所有T1和T2卡组的图片版 分传说一千分段以及传说权分段两部分 OK这就是本期的环境分析啦 所有套牌的代码会放到简介区 某英小伙伴可以到小破站复制 下周见